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9号到10号 即是星期四和星期五召开一个民主峰会 在这个峰会召开之前 很厉害了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抢责 在昨天发布了一份白皮书 这份白皮书就叫做中国的民主 这个白皮书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 我们今天又可以花一点时间慢慢细读一下 好 让我们更加明白中国的民主 国家的民主是怎么样的民主 白皮书除了前言和结语之外 是分为五部分的 一共是有21,600个字那么多 白皮书就指出中国的民主是人民民主 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了 中国的民主经历了选择探索实践和发展的艰辛历程 而且还是基于国情发展出全过程人民民主 是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 还有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 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和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 相统一是全铃铛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 亦都是最广泛 最真实 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很难跟得上 或者真的听得明白呢 民主两个字就提了很多次了 但是一些不同形式的不同形容的这种民主的情况 真的可能会令到人有点混淆 究竟是在说什么呢 看看白皮书怎样将中国民主和西方民主来作一个比较 就可以了解多一点了 白皮书除了介绍中国的民主制度和实践之外 还是多次指出西方的民主并不适合中国的发展 甚至反驳西方的一些做法的贴 在前言部分 白皮书就说 民主不是装饰品 也不是摆钱 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 认为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 更加重要是要看什么 就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的参与权 要看人民得到什么口头的承诺 更加要看选举之后 这些承诺可以兑现多少 又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 是不是这么民主 更加要看权力是不是真正受到人民的监督和制约 总而言之 简单说一句 就不只是看人民究竟有没有投票权 这么简单 第五部分的第二节 那一节就叫做走符合国情的民主发展道路 在这一节里面 白皮书就说 你照搬照其他国家的民主模式 这一节必然是会导致水肚不服 避病重生 甚至是陷入政治动荡 社会动怜 人民流离失所 就说 外交曝干涉和所谓的民主改造 是疑害无好控 在第三节 这一节叫做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当中 白皮书就说 以自己的尺度去批判其他国家 甚至是通过颜色革命 使用武力 逼使其他国家 照搬自己的政治制度 民主模式 这样做就是反民主了 强调要拒绝那种教师爷般的 怡子气使的说法 所谓怡子气使 就是一个人的态度 也不说 只是用面部的表情来示意 去形容一些有权势的人 指挥人家做事的那种傲慢的神器 有关中西民主的比较 在法部会上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田培言表示 在中国 搞西方的那套民主 是很容易搞散和搞裂 他说美国的民主制度之下 政治人物是什么 是利益集团的代理人 在选举当中是可以随意给一些承诺 但是当选之后是很少兑现的 选民就要等多久呢 就要等到下一次选举才可以把这些人民责 但是中国的人民代表就不同了 不管你的官密有多高有多大 一旦发现你违纪违法行为的时候呢 就会令你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刑 依法取消你代表的资格 或者是罷免你 是不需要等到半届选举的 换句话说 这个权力 这个所谓的问责 根本就不在于人民 也不需要在人民那里 是在于国家的制度 他就认为这样的民主 就比美国更加广泛 更加真实 更加管用了 中宣部副部长 国申办主任 崔伦表示 中国的民主白皮书 是一部系统介绍中国民主价值理念 发展历程 制度体系 参与实践和成就贡献的重要文献 所以我也建议大家 有时间不妨细读一下这份白皮书 他又强调一下 民主是多样性的 实现民主的道路不是得一条的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他又说 我们始终坚持 对各国不同的民主形式 应开放包容 求同存意 对各国追求民主的探索和努力 应充分尊重互合互监 除了国家民主概念之外 我们都应该留意一下 国家的宗教概念 中国全国宗教会议 就在12月3日和4日这两天 即是前日和昨天 在北京召开了 这个会议是非常重要的 是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的 还有很多重要人物出席 还有很多重要人物出席 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栗战书赵陆制 韩正汪洋 王滬 等人都有出席的客人 还有国家主席 在习近平发表 在会议上 这方面 习主席说 要完整 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和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要尊重群众 宗教信仰 依法管理宗教事务 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 積極引导宗教和社会主义 社会相互适应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习近平的强调是要深入推进 宗教中国法 是没错 是推进宗教中国法 这个是一个重点 还要在宗教界开展外国主义 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 另外习主席又表示 宗教活动应该是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进行的 是不能损害公民健康 干涉教育司法行政和社会 等等各方面 我想这一套应该 都会在香港推行的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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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舒暢 因為Seven就跟我們深度訪談了一陣 把我們的情緒帶出來 我想除了舒暢之外我是有點害怕的 因為剛才也有點聞到中間有些停頓 即是口啞啞有一點 對了 到你 其實我終於明白為什麼我媽媽喜歡看這個節目 之前看過 其實我覺得這個訪問很奇妙 我覺得這個訪問 因為我覺得和一個這麼細心的人一起去做訪問 我學到很多東西 由一個開始 剛剛由一個訪問開始 怎樣帶我們入末 然後去到越講越深入 然後真的披露了 而志雲也真的很 原來他其實從來沒有說過 他真的有做過很多資料看過我們 但是我看得出他真的看過我們的背景 有很多東西 所以我覺得很奇妙 而且學習了很多事情 對 加上也有Phoebus的琴聲在後面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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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也很有情緒 我沒試過在訪問中解构自己的名字 也是第一次 聽說Steven Channel 就不止Steven King看的 有很多其他東西看的 是的 其實Steven Channel 除了Steven King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節目 記住所有觀眾準時收看 訂閱 Yes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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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